好 歡迎回到新一集的動漫萬歲 又是我阿森 女姐 不怕交流我 不是在發緊嗎? 我覺得女姐這句已經是怕交流 好趕時間 不怕交流我 好妹 好妹 對 只要說回收聽方法 在Facebook搜尋電口Toss 就會找到我們的專頁 我們會定期更新節目 另外還有Youtube頻道 希望大家都訂閱 收聽 按旁邊的鈴鈴 留意更新 最好加進去電口Toss綜合拖映區 就是Facebook那裡 希望大家都加進來和我們一起聊天吹水 另外 如果加進來之前 就最好在專頁跟我們說聲 當我們知道你的聽眾就加進去 所以這樣 另外還有這個播放形式 就是逢星期三我們就會開直播台 就會播放星期的節目 播放完之後就會進入這個 吹水環節 還有有這個貓木塔羅事段 那由貓木去 看看可不可以準時上班 魔法師 對 那由貓木是為大家塔羅占卜一下 那有什麼問題就大家可能準備好 到時跟我們說 或者inbox或者email給我們也可以的 那我們的email就是 dankarotalk at gmail.com 大概是這樣 吹水環節又聽眾表示 開始不敢問你問題 因為太準確 你怎樣看啊 對於這個 那你到底想不想中 對 開心跟不開心 慘判 對 那到底應不應該 你問你 你是想知道 是不是真的 那中了那一下 你到底應該要 什麼反應呢 對 對 放鬆就算很差 都會 重量幫你想想辦法 安慰你 就是安慰你 你是想知道 有什麼辦法的 留意啊 是安慰你 不是解決這件事 對了 那都是 那都是 聽一下意見 那樣的 那怎樣都好 就有興趣 就來問一下 那其實 都漸漸多了人去問的 特別是 戀愛問題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 就會很多人 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始一次過問的 因為見到有人 趴街嘛 那就 找多些同盟都沒有所謂了 就是 抱著 抱歉真點 對 歡迎大家繼續 持續加入 這個三個月同盟 對 歡迎抱歉 對 好 不要再說廢話 回來 那今集 2020年 那我們就回顧 2019年的 這個10月 的番組 我們就 今次都是分三部分去的 分別由 第一部分 我們先講一些 異世界的作品 我們一套一套來 第一套 我們先講這個 我不是說 能力要平均值媽 其實 故事假的那些 我盡量重選 講一個女生 她就因為救一個 為了救人 就被人撞死了 轉生 轉生去到異世界 轉生去到異世界 因為她在生前的世界 因為太陽出來拔水 沒有一個平凡的人生 然後她就 轉生了新世界之後 她就要求神 給她平均值 對 我的數值要平均值就可以了 沒錯 在這個時候 神 就 計錯數了 好可惜 好可惜就是 她撞死神 是不會計算的 對 就是這個最頂級種族 和最下級種族的能力值 平均 加上除以 那就變成 變成多一個很出淚拔水的人 對 她說什麼 古龍和普通人的平均值 除以 古龍和普通人類平均值 除以 對 然後我想說 平均值是不是這樣算的 大佬 你要考慮重數那些 對 其實她這樣算是很容易出淚拔水的 對 她現在就是一般人的魔力值幾千倍 對 對 但是 去到故事最後 就會發現 其實她這個 怎麼說好 其實是個神故意這樣做的 她不是計錯所有事情 她故意這樣做 OK 那 故事就說 女主角轉生之後 就遇到同伴的愉快冒險故事 因為 其實 我不說一些劇情的細節 簡介也說完了 是 講一套有什麼 特點 我覺得好看的地方在哪裡 平時這些轉生系的故事 每個背後都會有一些很慘情的故事 是 例如 什麼 家族人死了 什麼 父母被商會協持 要買身 那些什麼什麼 慘情故事 那這裏就很輕描淡寫 兩三個對話交代了 還有一個搞激風 就是聽完故事之後 原來是這樣 你的背景就是這樣 很輕描淡寫 那這裏 其實她整套都是賣那個反差 在那裏 就是平時一般那些 尋重故事 那這裏就用一個很輕描淡寫的角度 帶過就算了 那她主要都是玩搞激香 是 那因為 女主角她前世是一個宅 雖然她能力很出力 不需要有學生會長 有什麼鬼 是 那是一個宅 所以 去到二世界之後 就會有很多其他 一些 的漫畫作品 例如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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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八寶袋 我看了一張截圖 對 有八寶袋 對 這套主要是玩這件事 風格 怎麼說 不是看故事 主要是看氣氛 這套 你好像陪著他們一起冒險 那種感覺 OK 整體是寬落向 令你看得開開心 對 但她背後好像有一條主線 不過她臨最後兩集說 哦 背後的主線 但是有多沉重 OK 沉重的位置可以很沉重 但很寬落的位置可以很寬落 嗯 我推薦大家去看看 雖然作畫那些 就不是特別厲害 那些 是 我們再看那個製作組 Project No.9 原來她今季除了這套 是做了另一套 很出雷拔萃的作品 嗯 哪一套 就是這個超人高中神 哈哈哈 你真的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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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她在上幾季 又是做了一套 很出雷拔萃的作品 叫做 粉彩回憶 我粉彩回憶 是啊 粉彩回憶 在fuck up別人的作品 就是 但是她最對上幾套 就是什麼 龍王工作啊 再舊一點就是 羅求舍這些 就是她不是專門做舊 是有做好東西 但是去到近期 不知道為什麼就專門做這些 那她剛好抽中 抽中那些都是什麼 抽死簽 是不是 故事不是她控制到的 那一會兒 我們先講那套 很出雷拔萃的作品 接著講另一套 又是看得開心的 就是這個 奇樣修道 或者文秀寵物店 這個時候我們要交給獸控貓木 去跟大家講一下 看這套 你有沒有看不見 這裡 我有看完 但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記憶裡面 就是變態 哦 我已經想像到那些蜥蜴 其實就是貓 然後貓木 就會不斷噴臉 在牠們身上 是啊 那套東西 很介面 是啊 說什麼呢 那她就是 有個縮國手 手控來的 那她就 願望呢 就是賺錢 打算開一間 草物店 那她想著 最後一場比賽裡面 打贏賺那筆錢 那時候 她就突然間被人召喚了去二世界 那去到二世界 她的任務就是 說要殲滅所有的魔獸 是 因為她受控 她聽到這件事 就很生氣 之後還要對著公主洗出 那個叫什麼 特色過貝蜀 是 是啊 是啊 那她就丟下了公主 就自己走去 修復 那個二世界的 怪物 來開寵物店 這個故事 是啊 那當初那個 那條條條就是這樣的 就是 他們接任務 去所謂殺魔獸 但是其實呢 就純復他們 純復完之後呢 拿完那筆獎金 就 養好寵物之後 就拿去賣 那就可以賺兩筆錢 這樣 那當初就是 想著是這樣的 結果就是不斷不斷不斷 不斷地虧錢 哈哈 到底誰會賣呢 其實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 因為你說到 那個世界觀 那麼討厭那些 異生物 是 那先說 因為這個作者 其實就是 為美好世界獻上 祝福的作者 來的 所以你看到 有些GED的 Pattern 有些少少相似 那些瘋線 那些人 那些瘋線程度 是差不多 那個都跟阿慧差不多 比如那個男主角 就是 就是 完全專注了 去獸控 和這個摔角 那裏 那裏 因為那些最厲害的魔獸 都純復到 他有個稱號叫做 魔獸殺手 但是他 都說不要叫這個名字 那些人就會被他 打到 飛到牆 這個 這麼危險的名字 會嚇到動物的 不要 最初看這套 最重點的GED 就是看他如何對著 魔獸 發發 侵犯 對 侵犯 對 那些人狼 那些人狼 主要都是看他 那些變態的反應 那些行為 所以我覺得 對比之後 我會覺得 是 單調一些 因為你的主題 每次的GED 都是一定跟魔獸有關 變得很單調 但是你美好世界 你每次冒險 其實都是不同的故事 就是可以是 可以是被 異世界的核政機關拘留 又可以是 被魔獸猶爛 對不對 那感覺上 沒有那麼單調 反而受到這裏 就會很單調 嗯 他變化 其實本身都多 應該可以 譬如他打不同魔獸的時候 譬如 有些不是 有些他不是 每次都走去打魔獸 譬如他打那些什麼獸人 那些明明提美勁 他搞一下比賽 對 後來真的搞出國比賽 搞出國比賽 這樣 有些轉變 有些轉變 但我覺得轉的角度 一定沒有美好世界 有些問題是 那個GAT的Pattern 有些重複 就是 他侵犯魔獸 每次的反應 有不同 其實這邊就沒有問題 甚至 我看 還有他那個 他對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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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狗獸人人妻 那個 那條線 是 是 那條線 是 那條線 是 然後呢 我一直以為是搞GAT 然後到最好那集 竟然有回收復筆 我沒有看到那裡 我好震驚 原來是一條主線 救命 是啊 然後 但是其實 他受控 還有這些GAT 其實是OK的 但是他有 個別有些GAT 那個Pattern是很重複的 譬如就是 那個垃圾的吸血鬼 就是那個下級吸血鬼 那個是 是 是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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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條線是 他和那個 龍獸人的大小姐 那條線是 不好看的 然後 因為你覺得是完全理睬的 不是說不好看的 是單調一點 很單調的 但是其實 描寫不到些什麼的 就是一個廢柴 一個龍小姐 就 說不理他 但是又想他成賽 但是其實 寫不到些什麼感情出來 好奇怪 沒有什麼感情 真的沒有什麼感情 還有就是 有個GAT是重複到 有些驗的 就是每次 有一個人 有錯誤 說魔術殺手 被人打飛完 就會掉把武器 然後 然後 女主角就會 拿把劍走去買 這個Pattern 是重複了無限次的 那麼 起碼都五次 以我記憶裡面 到最後一集都有 我跟你說 是六次 即是有六次 對 是at least六次 對 那所以 這些位置就重複得比較多 但是他可能沒有美好世界的變化那麼大 但是他 我覺得他那個重點 譬如秀控 摔割 雷雷 那些全部都交老課給你的 對 即是你說的變化一定是單元 所以你比較喜歡美好世界多一點 對 因為我一直在想會不會他越誇張 走去誇張火龍 像是Mondon 那些明燈龍 走去誇張 回來養 如果他會不會玩到這麼誇張 我很想看到 但是 他又好像不是這樣走 怪怪的 然後 玩玩又變成打雪角 對 雖然他打雪角的位置我覺得是OK的 但是 PinPin去到最後有幾集 他開始不夠錢就崩畫了 那結果 整個情況就不太理想了 但是 即是怎樣美好世界是崩開的 那些畫 你會覺得那些畫很正 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的 怎麼說 你預料他會崩 因為 但是他這裏 我前面又畫到很漂亮 後面崩了 結果 結果 好像很不湯不水 有些角色沒有崩的 譬如女主角那個 那隻狼那個獸人 是從頭到尾都沒有崩畫的 那他很重要的 對 大小姐 那些什麼廢柴吸血鬼 就瘋狂崩畫的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是啊 可能他們都知道 他們這條線是衰硬的 所以就算數吧 好嗎 是啊 還有那些魔獸是沒有崩畫的 那些 那隻蟻應該也沒有崩畫 那隻蟻應該也沒有崩畫 那隻蟻沒有崩畫 狗仔也沒有 狗仔當然是不能崩 那麼重要 很重要的角色 狗仔 那個男主角 他整套裝 人家玩苦面人 但是他是狗面人 狗面人 你就知道狗是多麼重要 很重要 好像做了結宅 但是 那隻狗大 有個 好像故事劇情裡面有個 但是 因為他的特色夠明顯 所以很多人都會留意到 特別是 因為受控這件事 或者說 對於貓 貓貓狗狗那種 那種 喜愛的程度 應該是很多人都會 會很有共鳴 例如貓木 其實我也是 我也很喜歡貓 但是 我就 沒有養 我沒有養到 所以就不會天天這樣 吻我 做不到奴隸 對啦 明明今季另外有一套 好煩 為什麼你又沒有看 好煩 對 對 對 差不多 這套 下一套 就是 神仲勇者 他的名字 讀一次 全名 方便大家日後搜尋出來 這個勇者 明明超強 他過度謹慎 就是這樣 就是神勇 對 就是神勇 每次就派個女神下去 接著之後 就會在不同世界上選擇一個人做勇者 去那個異世界的冒險 去拯救那個世界 就是這樣的 然後有個女主角 就是一個 能力比較不OK的新人女神 然後他就 想著馬上選一個厲害的拍馬頭 選到一個 嘩 這個數值一開 對 一開球就爆燈了 還不是你 但是 接著一召喚回來之後 就發覺原來 一個沒錯的數值是很厲害 但是那些性格 是謹慎到一個 很離譜的程度 這樣的一個人 精神棒 以內譜都要用十幾二十次大技 對 而且一發覺不夠打 就會叫那個女主角 趕快開個通道 回歸神域 想想辦法先 對 接著他說什麼 最初其實他是 打算一直做獎上 阿星呢 升到封頂 才會下地面打 你都要有四六 對 對 對 這樣就會 不擇手段 去困神 去教他們 教他們 做了很嚴重的傷害 是嗎 讓我看看你的四十先 咦 好像是扣了兩滴血了 沒錯 兩滴血已經是很大的傷害了 要撇除 快點幫我回血先 快點幫我回血先 不會血我不打 要撇除任何 還是我HP會變零的可能性 是啊 是啊 還有我覺得好看就是女神的反差 人家普通覺得女神是真是 很貴的字 是啊 但是這個女神也是很像的 怎麼說呢 他跟阿QA 即是他跟美好世界的阿QA有些不同 阿QA就是純粹弱子 是純粹弱子 但這個是又變態又弱子 是啊 是啊 不是他那個智力是正常的 是 但是有點癡女 他是癡善 他不是弱子 他純粹是癡善 Six Pack 還有 風奇愛生是之前一直沒有 怎麼配那些女角色的 但是他今次 他好像 他好像忍受了很久 終於可以解放自己 所以可以爆發了 對 你要知道 Su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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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人 潛裝一邊 都是GC地址 其實 風奇是不是是IM社的 不是 對我來說 那些神經病 全部都是IM社 是啊 還有他 但是又這樣說 雖然他那個慎重 嚴重慎重的程度 是一個笑點 但是其實 又 因為他講到說 女主角這次去這個世界 是一個S級的世界 就是那些人 那些 敵人是特別難打的 然後又事實上 雖然是 他演出是很怕 但是你又會發覺其實 如果不是主角那麼慎重 對 對 整個隊伍就會 對 譬如 他最初 伸手穿 我打算沒有東西 外面都是屎萊姆 而已 為什麼有個魔王的手下 就躲在那裡 我已經躲在那裡了 是啊 這件事其實是 由以前 以前玩RPG 就已經被人吐槽開的東西 就是 為什麼那些魔王 常說 勇者會阻礙他 但是他們明知道勇者出現 那為什麼不在新手村 就把勇者打倒呢 為什麼要給他空間成長呢 結果這次 這個 就輸了給你看 就算是新手村 伏擊也未必能打贏 不是 因為剛巧 爽症一個就是 慎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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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躲進神域 先做掌上壓 已經變成碎片 不可以的 我們首先要 先燒乾淨它 不可以的 可能還有一個細胞俗生存 不可以的 可能還有一個原子生存 但是 初期他炸屎萊姆是笑點 後來 例如他打那個 那個人自殺 他召喚出來的死神 那隻外掛級別的 對 外掛級死神 不是他那麼慎重 真的要收皮 就趕快回神域了 誰知道 這東西就外掛到 原來可以穿過來神域 追殺他們 於是他就跑去療慶 那個戰鬥女神 另外一個因果律武器 就收他皮 你幫我搞定 其實去到死神這個位置 覺得 嘩 知道怎麼玩下去 哭出來 是啊 那知道 原來去到後面 就 原來所有這些GAT位 都是有報 都是報復筆的 然後去到後面 最後那兩集 不穿巧 我覺得應該要 我覺得自己看會開心一點 當然你有看過原作 就不用說什麼劇不劇頭 他前面那十集的 搞GAT 全部都是為了最後那兩集的認真劇情 跑去報復筆的 其實是回收了 對 他吹他不像 蛤 原來那些位是復筆 你會覺得 蛤 蛤 那他是真的復筆 你下都沒用 對 你一直以為是純粹搞GAT 純粹搞GAT 原來不是的 所以去到後面那兩集的劇情 猜不到以後 但他又說得通 所以看上去是有點感動的 但是奈何整套東西 製作的作畫都不是十分穩定 有時崩崩的 那女神就不怪她的 女神擺明是要崩的 他特意崩給你看 但其他角色都 應該要漂亮的時候 其實他都崩崩的 你都看到整個製作組都沒有什麼 通常是戰鬥的時候崩 而且那些戰鬥是 其實這部都不是看畫風的了 所以沒什麼所謂 對 沒什麼所謂 只是看他的巧合而已 而且他崩也不是說崩得很過分的 不是 最重要是他崩得來 可以夾回故事 是 就是他要 因為 因為 阿 阿 李斯達就是 一直就是崩 崩下去的 他所有表情都是 是 所以結果 剛好可以夾回畫風 而且剛好戰鬥的時候 那些戰鬥就是他搞GET的時候 所以其實你崩畫 你不會覺得有問題 或者那些 不是很過眼 他的特效流灘一點 都沒有所謂 因為是GET 你覺得那種GET的氣氛 配合這些崩崩的畫 其實就不算很大件事 整體其實是OK的 應該會有第二季 所以就 這個純粹是跟小雪 小雪那個進度 留下的尾 留下的尾 但我應該都出到第二季 我以為是HAPPY ENGRO 嗯 如果小雪的話 他就會一直走下去 但是 如果這個位置停都OK 但我覺得 如果他 他人 他人氣不算低 不是 他人氣不算低 那麼 風奇愛生配一個這麼爆的角色 都會令到他有些人氣 所以 他會不會有第二季呢 可能都會有 反而這套是不知道 但是有些納蘇作品 就跟我說明會有第二季 我真的扑他了 不過 這個之後才說 很不順超 好 下一套 就是這個 我 你最喜歡的 其實不是 是啊 今季 在異定簡介的時候 都打兩次的超能高中心 所以要打 要講兩次 因為很重要 阿森本來打算 拍一拍一次 拍二拍一次 不是 純粹是打錯了 超能高中心 即使在異世界 也能 松容生存 整套 沒錯 阿森一定喜歡的 你平時看這些異世界作品 其實有些 有些主角 如果過份龍浩天 過份屈肌 你會覺得很煩 然後這套 就會告訴你 你覺得一個龍浩天很煩 我給你七個 這個好像在簡介的時候已經說過了 是啊 沒有我們沒有簡介 沒有嗎 我們沒有 我們直接回顧 是啊 沒錯 這個是我第二個平行世界的記憶 是嗎 是啊 所以就 比較七個龍浩天理 分別是 政治家 商人 劍士 忍者 科學家 魔術師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什麼 不要緊 隨便 總之總共七個 很厲害 很厲害 有個劍道 是嗎 劍士 阿森你最喜歡說那個 你竟然忘記了他 誰 醫生 不是啊 你剛剛 不是啊 我留了醫生 劍士 阿森裡面很喜歡說那個劍士 劍士我怎麼會不說 當然會說 這麼經典 那一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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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啊 阿森老都說醫生 你小心被人開腦 不知道 OK 沒問題 只不過是 斷了幾條肋骨 還有沒有心跳 是啊 心跳停了三分鐘 OKOK OK 沒事的 劇情很尷尬 就是 有這七個剛才說的 在他們每項能力方面 在超班的人 就突然間飛機失事 同一架飛機失事 就跌進異世界 然後他們就 被那些精靈救了 然後就說 為了報恩 就去幫他們 去 去令他們的生活好些 謀福利 然後 搞搞下 就變成了這個革命 然後就推翻了別人的帝國 哈哈哈哈哈哈 有政治家嘛 是 有一個民主體制的政治家 這個發展是很正常的 是 特別是 我很喜歡這個政治家 其實不是政治家 不是那麼簡單 是總理 是16歲總理 是手上來的 是啊 手上 那手上就要跟精靈表示 如果我們關人命事 我們就會開始認真的 因為他們之前都說是斜著這樣做 我們如果認真的 我們就會令你們這個世界 進步起碼五百年 哈哈 是啊 不是毀滅師嗎 不是 一開始說毀滅 後來就說會令你們進步五百年 這種進步 會毀滅你們這個世界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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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他說這句 我真的對著螞蟲 嘩 為什麼他這麼尷尬 是 簡單來說就是 跟剛才那三套不同 雖然都是異世界 但之前那些就 例如開心 認真 或者搞結響 但是這套呢 這套呢 不是這套 我覺得簡單一點 這套擺明就是一套黑夜 哈哈哈哈 喂 那你要從他那個動 就是 出這套動畫上面的動機 去放棄它 是啊 就是因為這七 主要就是看 這七個人如何在異世界裡面失控 對呀 總之就是爽 自己在七個裡面站了一句 然後就爽一下 這些你聽起來 你覺得蠢夠硬的 但是又因為 它似乎 Porture Number Line 剛才平均值的制作組 又好像很清楚這套的定位 就是這套是黑夜 那我們就 在黑夜這方面 做到最極致 去完成我們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它可以把資源放到平均值那裡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一季不用做兩套 很辛苦的 哈哈 集中資源做一套 不如算吧 好吧 哈哈哈哈 先說一下 就是為什麼說要集中資源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套東西是好多錢的 那七個主角呢 都會崩一下畫的 但是這次世界的人物 特別是女兒 是沒有崩過畫的 特別是那個 這就是現地妻啊 是二世界適的 適的那個妖精啊 是一集都沒有崩過的 是12集 12集都沒有崩過畫 這個是要多謝 人切 痴夜時的堅持 是啊 痴夜時表示畫 這個畫得很開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他被人拿球也很開心 他覺得很幸福 很幸福 哇 那畫很漂亮 那個妖精 神經病的 因為你看到 你第二套作品走過來的 特別是他 經常都跟手上聊天的 他跟手上拍在一起 喂 兩套畫 兩套東西來的 你是不是那些 什麼Spiderverse 那樣呢 你在第二個 平衡世界跳過來的 畫風不一樣 很離套 Spiderverse是融合的 融合過畫風 不同畫風的 這裡 這裡是這麼極突然 因為它是同一套作品來的 是啊 那些光澤 拍到別人 他就閃閃發光 對呀 好像很懶懶的 豈有此理 有個階級的精靈 女 男人 就是這樣 不是 你漏了一層 最頂的那層就是女主角 女主角一定是最漂亮的 完全不會崩 但是一般妖精 就會 偶爾崩一下 但是那七個主角 就是不用理 哈哈 隨意崩的 就是這樣 然後就套租一下 這套真的沒得頂 其實你會不會開一集來套租呢 不會 不用了 要不要浪費這些時間 不是 不是 你平時都做這些事情 它還沒到橫戰公主那麼經典 不是 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對橫戰公主做過什麼 不是 橫戰公主這套不是epic fail 這套不是的 起碼那個商人是正常的 是吧 我沒看過 不明白了 那個商人都正常的 只是純粹做生意 不過是情報網比較厲害 但是 但是 醫生真的沒得頂 醫生真的沒得頂 OK 心臟停止三分鐘 真的很小事 哈哈 哈哈 那個人死了啦 哈哈 哈哈 不是的 他們走來說 只要他還沒死 我就可以治好他 嘩 那個人已經死了 心臟停止三分鐘 不是死是什麼 我不明白 然後 我開始擴張了嗎 他擴張了 哈哈 還有他那天 你有沒有看過瞳孔的 其實 好像沒有 是醫生來的 心臟停止三分鐘 不看瞳孔 重點 他一直做手術的時候 說那些做的準備 真的很好笑 他又一直說 他注入液態氧氣 什麼 不是液態氧氣 液態淡 液態淡 對 會死人 直接 這個組織壞死 對 怎麼 真的 真的瘋了 然後 這個也不要緊 然後 那個魔術師 我也不知道 魔術師還是超能力 醫生你還沒說完嗎 醫生你想繼續說 後來鞠鞠鞠鞠鞠外星人 鞠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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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 鞠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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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 然後那些人寫回後就說我們不做歪斯 有一個典故的 有沒有看過什麼巴比論 不是切過什麼老前壓業的那些嗎 有兩派不同的政治家 互相斬開一波 然後再重新組合 A的左腦和B的右腦一起 然後B的左腦和A的右腦一起 那兩邊的耳劍就中和 可以打至究竟的和平 是有典故的 我典故的 不要這樣好不好 已經極力幫他鬥了 然後魔術師就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魔術師和超能力 作者是不是搞錯了魔術師和超能力的分別 他是不是Fate那些魔術師 不是 他是說自己的大碗高拍Fate那些 Magic那種魔術 他頭可以到處飛的 大碗高拍Fate那種魔術 他可以在半空飛 可以掉頭下來 可以直接變走建築物 直接變走建築物大碗高拍Fate有做過的 是 但他是電視不是現場的 是呀 他是電視做的 那是魔術經典的 是 但他是隨便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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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超能力還是魔術 還是魔術 是呀 但結果他那個能力真的不知道怎樣 然後我很想套租 那女生是理科仔 那個科學家真的很值得研究 即是發明那個 是呀 總理他說他們只要一認真 會令到這個世界起碼進步五百年 不是開玩笑的 科學家在中世紀的時候 開發彈鋁合金 那個連國技術是在哪裡出現的 是呀 然後他後來研發到有導彈 有現代化槍械 錯呀 這些全部都是小儀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在出導彈之前 他就已經在那條村 那個那個 他們那個 那個亞人的那條村的邊境那裏 一條近河的地方 他已經建了一個核電廠在那裏 是核融合電廠 OK 然後還說 哎 那個核電廠流出來的熱水 不用的話 很浪費呀 哎 我們倆去弄這個操堂啦 瘋子 好嗎 他沒有GASBAN 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其實你 怎麼說好 核融合應該沒事的吧 不是 就是那些熱水 你不經過那個反應棒 應該沒事的 OK 那個反應棒很難說 OK 是啊 然後 後來導彈那些很少儀科 到後來有磁鬼炮 是啊 是啊 說真的嗎 那什麼時候有高達啊 哈哈 沒有 不知道後面有沒有做到高達 是啊 但是呢 去到這套東西 最後呢 他們科技的頂峰就是有洲際導彈 哈哈 不是 是動畫版的 最後的 還有洲際 是啊 洲際導彈 對方人家那個要塞啊 老年那麼遠的 那本身說 對方就想著我們那麼遠 你派兵打來很麻煩的啦 那誰知他又用洲際導彈就射爆人家的要塞 太厲害了 是啊 那然後就 其實我覺得可以催大一點 那個發明家弄個衛星武器 然後一下子射爆了人家 不需要導彈 可能之後有都還沒頂 你不要亂說啊 以後可能真的有 我夠說而已 是啊 是啊 然後要說 然後有幾個人不是 都相對正常不說那麼多 但是有一個真的要說的就是劍師 哈哈哈哈 阿森最喜歡的劍師 那一集真的堪稱神霉啊 那一集贏著導彈的時候 一撞到牆上 我真的不得知了 你知道那一集的前因後果是怎樣的嗎 他就是 對方 那一集就是說 對方那個蜜春的將軍 拿了一塊很厲害的武器出來 就在老年那麼遠 一把槍掉過去 那把槍呢 如果掉下去他們的 在那個城那裡 那個城就玩完了 是啊 對啦 總之一把魔槍就掉到他們的城那裡 然後 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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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世魔劍啊 破滅魔劍Defense 但是掉下去之後 就會放一堆研磨出來 到處搞破壞 那要搞定這件事呢 就要破壞這支槍 但是呢 因為這支槍呢 又曉備啊 又會有些研磨出來 去幫忙擋啊 就這樣 用一般導彈呢 就是解決不了他的 那 於是劍士呢 提出一個 天才的提案 就是 由我 人手導向這支導彈 飛過去那支槍裡 哎呀 做什麼鬼呀 是啊 那然後呢 那然後呢 他就 他跟那支導彈 那支導彈跟他同時起步 他的跑速呢 是跟到那支導彈 導彈 你知道小明為什麼跑得這麼快嗎 因為他真的很快 哈哈 那個畫面真的很好笑 他抱著那支導彈在那邊飛 然後還沒有穿鞋子 其實有這麼快的情況 有沒有穿鞋子 沒有什麼意義的 因為他光著腳 踩地板去減速啊 轉向啊 哎呀 他是用手摸到封石牆 然後摸到封石牆 那封石牆是爛的 OK 然後就去轉向啊 嘩正常 應該掉了指甲和爆肝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超能劍士 但是你不要問我有什麼關係 你不要問我有什麼關係 OK 什麼劍士 他簡直是超人 不就是超人劍士 哈哈 哈哈 他飛出來不夠勁啊 他想到半空是可以 靈空 什麼負荷都沒有扭的 導彈 他是射到半空 因為他要避那些炎魔 所以呢 他就轉向導彈 飛了上半空 但是呢 他一半空的時候 他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力學的事情 是怎麼做的 總之他有辦法 令到那支 導彈180度 向地上射下去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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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呢 他為了令到 為了令到 導彈安全去到那支魔槍的位置 他就用他的劍技 放龍捲風 去包住那支導彈 對啦 嗯 嗯 那你接放龍捲風 斬到魔劍上就行了 怎麼搞的 不要問了 哈哈 不要問了 哈哈 都這麼厲害 你的跑速 又等於一支導彈的速度 是 你跑速是不是可以了 是啊 然後 但是這個不是最終BOSS 你知道最後BOSS是怎麼死的 嗯 那最後BOSS 就是用那顆魔石 直到自己的胸口 很典型那些 就變成那些終極形態 魔人模式 然後就撲到他手上那裡 是 就想 打 就想去襲擊他 那手上呢 就很冷靜地拿他那支黑星手槍 是 就打爆他胸口的石 哈哈 完 哈哈 唉好廢啊 是啊 那所以我就說是狗片 而他 他就完全盡了他一套狗片應該要盡的責任 哈哈 你知道可以 正常設定的魔石是手槍的物理方法打不爆的 是啊 是啊 被手槍打碎了 是啊 是啊 所以就 沒有欠如其分 這套東西就是這樣 我說到這個份上就是叫聽眾不要看 大家不要看 哈哈 哈哈哈哈 你說這麼多就叫大家不要看 不是 你有興趣你就自己看有多久 但是沒有什麼就不用看 這套東西我也是用兩倍速去補回 我兩倍速看 是你神經病 難道正常配速看嗎 你竟然肯用兩倍速浪費時間去看 我連開都沒有開過 我是正常沒有看 但是 是嗎 因為我 因為我 因為我沒有空要一次過補回 我才是一次過 我才會用兩倍速看 但是 我一直看 一邊說 一邊說 錯誤 什麼東西啊 但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會被吸住了 這樣看下去 是啊 這類作品是 這類作品是這樣的 是一種很神奇的魔力 是啊 很想繼續去 怎麼挑戰他的下限 你會很期待他的下限 會繼續怎麼突破 對 所以 所以劍士那集是整套東西 最精華的部分 哈哈 這樣 差不多 這套東西就 你喜歡看那些東西 你就可以看看 沒有東西就不要浪費時間 這樣 下一套 這個 小書癡的下刻上 那 整套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 全名就是這樣的 圖書管理員是份信工來的 哈哈 是 我先講一個故事 說什麼 他主要說是一個女生 很喜歡看書 但是有一次意外過了身 他的意外 是所有小雪宅都是沒有的 因為他被小雪宅死了 被小雪宅死了 是啊 這樣 因為他就轉世了 去到一個平民是不能看書的世界 因為在那邊 書是很奢侈 貴族才可以擁有的東西 即是在世紀那段時間 類似是連一張紙都要人家 整個月份量才能買到 經貴度 那他就 去到熱世界 他身體很虛弱 但是他就一直努力想 自己製作一本書 開到書店 他就講製作很多不同的 即是怎樣在熱世界 用有限資源製作一個 可以賺到錢的商品 怎樣帶領世界領先五百年 哈哈 沒有那套那麼嚇人 但是他的想法就是 這個世界沒有書 那我就要令到有書這件事 要製造一本書出來 但是要製造一本書 就順帶就要令到 整個地方的科技 要不定的技術 要不定的推進 就是領先五百年 但這部東西他很壞 就是一開始 第一集不知道為什麼 吃了糞便 很國產華 是啊 我猜不到自己會看第二集 還要用一種賭罪法 賭罪到完全沒有 我對這部東西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很幸運 我有一天真的太空 我就開第二集 第二集 你會覺得馬上 這部東西是順暢了的 因為它是一種很溫馨 你會覺得 不會太 怎麼說呢 買弄任何一種東西的動畫 因為現在很多動畫 你就是買女 要是買喜歡餅 要是買什麼 那這部東西 可以說是平平無奇 但你又偏向治愈 溫馨 即是很平實地說 那個人 他怎樣 整本書出來 還有在世界 和不同人建立的 人際關係 嗯 特別是他 他又不是龍奧天 他又是體藥多病 要在這麼多障礙的情況下 要處理這些問題 對 而且他沒有外掛 其實製作每一樣的生活用品 都經常有失敗 嗯 所以那邊是很合理的 是 OK 那麼 黑就這樣 有沒有其他 因為我已經被第一集的國產話蜂嚇走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去開 你們跳過第一集 因為我看第一集我都嚇到 其實沒有 因為他每集前面都會說一說 就是那個故事月起恩 那些 是 因為我講那個國產話蜂 我不知道大家的想像是怎樣 即不是起洋洋那一隻 你有沒有看過那 即是國產的西遊記拿渣 哦 我知道我知道 那些小拿渣那些 是呀 很中央電視台的 是 但是奇怪就是他第一集是崩得最厲害的 反而後面沒有崩得那麼厲害 這麼小 對呀 我這部真的不知道幹什麼 他嚇走了一些人 然後 眼睛低的人才可以 不是他要挑選一些觀眾 被選中的弟弟 對呀 貓木就是被選中的弟弟 你就是被淘汰的小朋友 這樣 這部我真的覺得OK的 即是你想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的時候就可以看 有沒有一些沉重的東西 如果知道你們這樣說 那都是弄輸而已 那除非無端端那些貴族說 你弄輸不行 我搞你 反對呀 我燒死你們的故事 因為他體虐多病 有些 不是每個人都有 即是很稀有的疾病 他後面都有說 他面對死亡那些 哦 OK 是啊 OK 這樣 都有故事 我覺得OK 這種方向 即是你 如果你下下戰鬥 那有時候 不是真的每個人都會看戰鬥 不過你在二世價 講日常生活 這樣會 都是一個方向 平均值其實都是這樣 對呀 都是講日常生活 即是你 他的戰鬥很 很斜的 平均值 那些劍擊 他就這樣揮劍 然後打到一把劍 即是重點都不是打 因為打完之後 其實重點不是打 對呀 對了 差不多 有沒有什麼補充 馬木 沒有啦 OK 好啦 那二世價作品 終於講完了 那我們Part1來到這裡 我們Part2 就跟大家講一些 非世界內 又是非戰鬥向的一些作品 我們Part2再繼續 好 好 應該 好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